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綱出席人大香港代表團會議 團長譚慧珠會後引述張德綱表示 行政長官的位置非常重要 中央有權過民 要以更高標準選出行政長官 又說香港可以講自由民主 但不能超越中央底線 王妖陽在北京報導 張德綱抵達人民大會堂香港廳 在團長譚慧珠陪同之下 逐一跟人大代表握手 參與會面的包括港澳辦主任黃光鴨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 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菲等 張德綱聽取人大代表對政府工作報告的意見 之後做總結發言 團長譚慧珠在會後引述 張德綱說行政長官要符合中央定下的標準 強調行政長官的位置非常重要 中央有權過民 呼籲各個選委要投好手中的一票 他說行政長官順利當選是很重要的 要支持符合中央要求的標準 愛國愛港有能力 和香港人信任的行政長官 他是一方面對中央負責 一方面對香港負責 是中央地方關係的一個扭大 是非常重要的位置 而中央是有權過民的 我們要以更高的標準來選擇 我們的行政長官 張德綱又提到 香港近年出現港獨 但不等於一國兩制出了問題 香港人要準確把握三個意識 包括終止意識 底線意識 和法制意識 香港可以說自由民主 但不能超越中央底線 街頭政治變成生活的一部分 是非常可惜和不應該 有些底線不可逾越 他說香港曾經發生過 有議員的言行 觸動到香港的法律底線 和國家一國兩制政策的底線 這個底線是不可踐踏的 香港可以說自由民主 但它的遊戲規則不能越善 如果有就會要約束 張德綱又以深圳做例子 說深圳過去發展落後於香港 但很可能在兩年內超越香港 呼籲香港要找緊機遇 不要浪費精力 社會各界要放下其見共謀發展 今次會面一共有七名人大代表發言 不過新兼林鄭月娥競選辦主任的陳志詩 和兩名副主任陳勇和陳振斌都沒有發言 那TV記者黃耀陽北京報導 除非抗教豚 鬼泉